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人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是喜欢男的还是喜欢女的 其实可能就是 可能最近的工作 可能是太繁忙了 就是个人很少去考虑到 个人感情的问题 然后性向开始发生了转变 其实没有吧 好像没有吧 好像不是这样的 好像不是吧 最好不是 你最好就这样 真的我怕自己找不到另一半 我是怕你今天节目结束以后 去后台你经纪人助理 都走了走光了 没想到你耗这口 我犯错了 其实每个人呢 在看到了自己喜欢 或者是不熟悉的一些场景的时候 都会不自觉地产生一些感想 那对于歌手来说呢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就可以把当下自己的一些感受 用音乐用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 对 听纯粹的 对 然后那大家作为一个听众呢 其实最开心的就是 在你们喜欢的声音当中 听到一些能够跟自己 有共鸣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 是的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跟毛泽少 聊他这个人生的一些过往 那各位当然是通过中国好声音 这样的一个节目跟舞台 非常的了解他 那我觉得今天不妨跟大家 往前聊一聊 往前 就是你在站到那个 非常受关注的舞台之前 在生活当中 你的主要的生活内容是什么 那个时候其实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唱歌 唱歌 对 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 能够让自己去展示自己会唱歌呀 或者说想去给别人唱歌的那种时候 寻找表演的机会 对 那个时候更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场合 比如说在录音棚录demo 或者是有去club里面有主唱 对 然后我还有做过音乐节的合音伴唱 哦 合音天使这样的 对 就是在 就是只是一个初级阶段 我也是在学习中 希望自己可能多方面的有一些积累吧 所以也去多尝试了一些东西 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的锻炼吧 对 对 对 现在来看是一种财富 那个时候其实稍微有一点点迷茫的 可能比如像唱demo这个东西 就特别简单就是 可能这个歌它本身呢 是要让别的歌手来唱的 但是可能作为一个作词者或者作曲者 不能够把简朴发给人家 让人家来看 对 而是会找一个比较有表现力的声音 用一种比较初级的方式 嗯 把这首歌给它唱出来 嗯 那你当时还记得曾经唱过什么样的demo 然后被其他人选用到 我后期就都不太知道了 但是其实当时心里头也在想 哎呀 这是唱到别人的歌 唱完以后是给别人听的 然后是给别的歌手唱 然后自己在想 什么时候自己才可以有自己的作品 对 就是每天都有这种挫折感 对 但是还是在坚持 没有放弃 可能就是你每多唱一首 在自己心里面就会多一分酸楚的滋味 对啊 这样的感觉 就比如说在音乐节 我也是很喜欢舞台的 但是在音乐节 我就是站在后面给人扮唱 然后前面的歌手在唱歌 其实自己很想站在那里跟大家去交流的 你抢啊你在后 抢戏啊在后面 我看好多演唱或音乐节 后面和音超抢戏的 真的 就前面比如说是一个气质特别沉静的歌手 比如朴树吧 那片小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 后面呢 后面那个半场 我早认识你好了 我早出来了 一般合音不都是就三个人站成一排吗 我们先右边 这边 诶吧 诶吧 诶吧啦吧 come on baby 诶吧 诶吧 然后人家前面的歌手 其实都已经唱完下台了 后面 诶吧 come on 特别是陶醉是吧 对 就加班也不给钱也不下去那种感觉 但是我特别的能够理解他们 因为就是想要有一个舞台自己可以唱歌 对 就满足了嘛 对吧 很简单的 那恭喜你啊 后来不就到了中国好歌曲 什么好歌曲 中国好声音 都一公司做的 然后就有一位伯乐吧算是 算是对你有知欲知恩了 真的是这样 他就是 那英老师 那姐 那姐后来就是转 我差点说翻了你牌子 他转过身来以后 就是你就加入他站队了嘛 然后下来到底是 就是我们电视上会看到一些 导师辅导学员的一些过程 但那就太简短了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导师 在辅导你们的时候 很认真 然后很亲和 对 就是他比我们还能熬夜 就是为了歌手定歌定调这样子 然后很负责任 而且你们是管好自己就好了 他是要一次要面对那么多学院 他七组吧 七个人 七组还是八组 忘记了 就真的一个一个一个弄这样子 对 一对一对这样进来 然后就是给彼此分剧啊 然后订Key啊 对 就是他会真的会很有 很投入的 很希望他的这一对的学员 可以获得好成绩 是的 因为他希望他自己 给这一组学员选的歌 最后可以能够 给大家呈现出一个 很好的一个状态 状态 对 他会跟你们有一种 融融与共的感觉 没错 就有的时候 比如说彩排的时候 你哪里唱得不好 他会着急的 对 然后一遍一遍彩排之后 他觉得嗯 还行 OK了 你们两个可以上一阵 下一阵 那我们坊间都说 娜姐是一个特别豪爽的人 对 特别爱聊大天 嗯 然后你们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 有百分之几的时间是在聊天 嗯 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聊天 那段时间 就特别忙 连睡眠的时间都没有 经常就是穿着一个长的 长衫 然后比如说 长衫 对 我经常会穿一件长的外套 然后就是因为 还要戴一个靠枕 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很早 一批学员都要在那里 候着等着 然后可能你 你去了以后 你是第七组 而且你有六组选手要彩排 你就在那里睡 就像演员等戏一样 一样一样的 特别辛苦 我也是那段时间 瘦了好几斤 是吗 对 一边参加比赛 一边减肥 这个还挺好的 对 但无论如何 这些过往 可能现在回过头来看 都会是一些很美好的回忆吧 对 是一种成长的 那你比赛完了 已经发专辑了 那姐知道吗 那姐知道 她听过吗 她有听过 她知道你要做EDM吗 反正挺大胆的 因为这个可能是她本人 这辈子也不会做的东西了 我们可以这么说 反正我是觉得 她不介意她的学员 做什么样类型的风格 只要你能够不迷失你自己 做的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她就很支持 就是这样 就很简单 把诚意拿出来比较重要 对 那在音乐道路上 纳英算是你的伯乐 我们想知道 在你早期喜欢音乐 进行各种场合演唱的时候 在音乐上 对你影响最大的歌手是谁 音乐的风格 或者演唱的方法上 音乐的风格 演唱的方法 可能欧美的歌手会比较多 比如 那段时间 其实很小的时候 我喜欢安氏奶美会 对 因为我想的时候 跳舞还可以啦 就是 对 就是小的时候就很爱跳 然后很爱唱 体力又很好 就是一首歌 从头跳到尾 然后总结不会喘 就那种 所以就自己很想 发片的时候 就做一个唱跳型的歌手 你说小时候是多小 就十几岁吧 十几岁的时候吗 那个时候 舞蹈风格是什么样的 就跟安氏奶美会比较像 就以前是因为学拉丁舞 然后后来就改成现代这种 然后包括Brenny 然后后期还有英国的辣妹 因为英国辣妹它有五个人 对 然后我当时就是一个模仿阶段 就五个人五种风格 我竟然全部去学 你一个人干五个人的活啊 对 我当时就是 因为每天对着镜子 就是就很 很乐意去学他们的歌 然后去按每个人的眼神 去表演 就是这样 你不不 我采访这么多女歌手啊 喜欢跳舞 喜欢唱歌都有 有人提到过喜欢Spice Girls 喜欢辣妹 但是我还头一回听说 有一个人干五个人的事 把五个人都模仿一遍的 要不要看 要不要看 辣妹组合 现在他们本身组合 已经也不组合了 也看不到了 今天我们居然在 我的音乐故事现场 有幸看到一个中国真人版的 你这样 你来一点精髓就行了 比如说当中 大家特别熟悉的贝嫂 贝嫂 其实真的 我以前都不认识贝嫂 我是因为辣妹里面 我最喜欢就是她 因为我觉得她气质超好 因为Victoria才知道了贝嫂 对 然后后来发现她老公 比她好看多了 是吧 帮帮的 帮帮的 那Victoria在五个女孩当中 她是什么样的风格 她就是一个冷艳的风格 哦呦 她基本上在台上不会笑的 就别人就 别人在这样跳的时候 她就是 然后穿一个很高的高跟鞋 就很冷艳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新机表吗 她还挺真 挺有新机的 是吧 因为 你这么一说 我也记得在那个 伦敦奥运会不是 他们 对 重新组合吗 对 在网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视频 你们看过吗 辣妹组合在表演的时候 就跟她说的一样 旁边的四个人 都是跟着辣妹的经典曲目 就是那个 Stop right now Thank you very much I need somebody with a human child 旁边那四个跟傻叉一样 然后旁边那个辣妹就在那边 Hey you very much 就根本就是摆姿势 对 全程摆姿势 对 她其实从小是学芭蕾舞这样子的 但是她平时跳舞就是很优雅 我印象中她最好的就是 她有一双长腿穿高跟鞋 然后总是这样跳舞 嗯哼 就是拉着男的大长腿 对 又要显出来这样 所以她做人的方式 也非常大程度地影响了 你以后要当艺人的方式 嗯 要走这个冷艳的路线是吗 就是性格可以多面 然后冷艳的时候 她就是个楷模 楷模 楷模 这个词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 我觉得 她真的是一个算是 比较复杂 比较复合型的一种 人格 多重人格 跟星座有关系 对对对 什么星座 双子座 啊难怪神经病的样子 对